5月23号 布克兄弟200周年时装秀在上海举行 古天乐以一身帅气西装 亮相活动现场 为品牌站台出阵 享受取久不见 这次一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就被观众说到有些变白了 这次古天乐也是稍微疲累小 很多白鼓掌很喜欢 就是你慢慢变白的肤色 你对网友评价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最近太忙 所以没时间去晒太阳 看来少晒太阳就能变白 这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嘛 说到最近工作 古天乐也是一直在香港 拍摄自己的心气 不过话说回来 今年古天乐是荣登 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宝座 想说这职位高 责任也就大了很多 谈及此 古天乐也是直言 要帮助艺人做好演艺事业呢 公公 其实一直在香港拍摄 过两天会去 立地拍另外一部电影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新加海他们有一个发布会 会公布出来 作为会长 我觉得作为艺人也好 最重要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然后就是我希望 作为这个会长 可以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去帮助他们 去发挥 发挥他们的能力 去做好自己的演艺事业 在进行演艺事业的同时 对于时尚穿搭 古天乐也是颇有研究 这了解时尚来 也是一套一套的呢 其实搭配西装也好 我觉得最重要是 穿起来的时候 感觉非常舒服 因为不同的场合 有不同的需要的 但是最重要是 自己感觉立套衣服 穿在身上的时候的感觉 最重要是舒服 感觉 感谢观看